歡迎收聽今晚的動脈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凌 有賣二啦 二人姐 今季新 舊番應該說 舊番呢 我覺得比較圓妙 應該說我覺得應該會好看的 是不好看 慘死 但是真的猜不到那些 有OK的 OK那麼簡單 今季的大番質素我都保持得住 小番有些驚喜 不是吧 我們講新番的時候 不斷賺那一套 哪一套 哪一套 你別這樣啦 只想說話我們知道 我們留待我們一會兒說 先說 好 第一套是什麼 第一套是電磁炮的第二季 S 主要的模式是 JC的模式是完全跟回第一季 第一季的模式就是前半段是馬左 後半段是馬左 也跟著這個慣例就是前半段好看 後半段是你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有真意 都不算 有真意的 最少比上季的後段好 上季你會記錄他 今季不會說特別好看 但不只會記錄他 前半段最主要講回 每篇 但其實那一套 很多人都覺得奇怪 已經看過了 是看過 但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就是看美琴怎樣去對抗這個 所謂的學員都市的 黑暗面 賣機其實是他個人問題 其實沒什麼人介意他有很多的複製品 他撿手臂而已 他處了自己的身後 其實有些問題 其實是 但是你說 其實他這一節 其實你說做得 真的我覺得不錯 因為其實 你說唯一不make sense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說 大部分那些所謂科研人員 其實他們一早應該就知道 是能夠這樣發出電池 令你整個東西停電 完全偵測不到的 整個學員都市 有得多少個 一個 喂他們只是電池化學生 No 他們一開始不知道 他們說 嗯不知道什麼人在阻止我們 然後他們說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 而他們都很大方說 我一個據點沒有了 我起了一個據點 或者我搬去另一個據點 但是他們完全是沒有想過 是捉住個兇手的 不是的 其實他們都覺得 他們沒有能力捉住個兇手 大哥 對面怎麼都說 就是Level 5的超能力者 他們不知道 可能是便器能力者 他們說 但是 好老實講 我經常都覺得 其實他在電池化裡面 應該 是啊 科技是很高 不過人的智商 其實不是很高 就是人的智商不高 才靠科技 正常 就是一班老殘 你們不知道 正傳都是這樣 所以你見到 在這一節裡面 OK 我覺得是唯一這個位 其實不合理 不合理 最入決戰 明明好地地遠戰 打拳頭戰 很多位語 你不要說得這麼快 其實中段 其實寫得最好的 就是 都比較寫實的 就是說 單單一個Level 5 就算你是學完都市裏面七個Level 5的其中一個都好 你都沒有能力去玩 因為就是你自己一個人可以解決的事情 或者這樣說 學完都市的20宗 有多不是你適合你的意思的客戶面 或者不是公平的東西 你一個人怎麼好你都做不到的 解決不了的問題 當然你說這個就是駁回本身 《金書目錄》裏面正傳 有首歌《Doma》 他自己本身 最後都是他成為一個助權人 其實這一節 我覺得最 我會最留意的就是他這一節 大家都看過了 看過一次了 如何再去描寫這一段 我覺得這一段當然最正的 描寫得最多的是 妹妹 被一方空行 去殘殺那一下 其實那裡的描寫是多了很多 因為本身你說 在刺激院裏面 當華 他只是看到其中一個 當華路過而已 其中一個死了 但是他用回美琴的事件 美琴就是看了 看了很多個 第二個 甚至第三個 我忘記了大概 身為一個妹控 你既然喜歡看那些妹妹被殺死 你真是失格 還是變態的開始 他要這樣做 他要這樣做 但是當然你說 他這裏其實 一方空行 我不知道漫畫版 他這裏怎樣描寫 但他這裏也有描寫 一方空行 我去聽 幾根漫畫 大概是 這一節有回他的心理寫 因為本身你說 在正傳那裏 一方空行 基本上你覺得他一個變態 他會不會是一個 他自己覺得很無敵 又沒有對手的存在 不是 在正傳裏面 屬於一個奸幹 但這裏外傳的漫畫面 他有回多少的人性 其實他會 其實開始那種迷惘過 是否殺妹妹 好像很無聊 但殺殺的骨 其實是殺下去 他有迷惘過 他不是迷惘 他覺得沒有意義 不想做 他已經死定了 他的問題其實跟美琴的問題是類似的 他是沒有能力去反抗這件事的發生 因為他簡選了他成為這個被實驗者 而他就要他殺二萬個妹妹 那就可以成為這個Level 6 可能 也不像有沒有緊急 就是可能 他可能不能夠成為 對他來說 其實這個 他也反抗不來 雖然他可以說 其實他在電磁炮裡面有一節 他真的可以殺殺所有人 但是 對這件事是沒有幫助的 對他來說 他要解決他的問題 依然沒有解決到 其實 在這一節裡面 其實說的是 甚至 不要說 美琴他作為一個第三名的Level 5 就算是第一名的一方空行 其實 他也是沒有能力去抵抗某些事 他其實 你說當然這個 他去到正傳之後也有提及 其實 他希望找一件有 去阻止了他 只要能夠有人打敗他 其實這件事 就不成立了 甚至還要是樹葬管理員 已經抓了柴了 所以這一節 其實你說是 戰鬥方面好看 當然你說 在美琴的時短裡面 當然 這個當然是 關乎這個畫面質素的提升 所以他的 對比度都高了很多 不是 英雄夠美的場面 要做出來的 對方 和一個場景 本編的動畫 和外資漫畫的鏡頭 都完全不同 那 你由個女生 由個喜歡他的女生 角度來看 他當然是有型 要美化他 已經 已經不是美化 他是型格化他 其實當漫很難美化 對我覺得 對戰鬥方面來說 我覺得 大家可能看 打完打太多了 右手那段 又太單調了 其實不好看的 反而之前美琴 和其他出人力士 打的片段 更好看一點 但反而你 ITEM所轉 不是ITEM那段 其實是之後的 中段 是之前的 他之前潛入 用什麼手段 可能是hacker潛入 破壞 其實那段 我講回這一節 就是暗報的人 接到委託 就要去對付 即是他被人破壞到 到最後一間實驗室 他才醒覺就說 不行了 我要對付這個 神秘的電擊士 我真是 頂你那塊 即是 即是你要去到 即是你覺得 未去到最後一間 其實你都覺得 沒所謂的 你不明白了 你不明白了 你會可以申請經費援助 這些 莫非公司 全都破壞了 還取出經費 就拿出全都100% 就要破壞經費 有一個 矩句 около 即是說 這個根據地 不能破壞的 不能再取取經費了 找人來搞定他 有道理 人家又這樣搞 我完全不覺都有道理 雖然基尼沒什麼意思 多維餘的 破壞之後可以下經費 我根本被破壞了 這件事不重要 其實這一戰裏 當然一開始對金白那位 用炸彈那位 當然他的炸彈是很超科學的 先控炸彈 不是先控炸彈 不是啊 其實這一場應該是沒得打的 只要當美琴發電那一刻 所有炸彈應該都爆了 你已經明白 我們也看到 因為他不知道炸彈 如果你亂爆炸彈 因為你看到我們在戰鬥場面 看到很多引火線 它已經滑在地上 其實不會是它引爆那一刻 那些東西才會產生化學作用 是由美琴發電那一刻已經有火花 它已經點了所有東西 不是 其實它進去看到那些線 看到炸彈炸彈第一個爆的時候 它應該要想到 有人放炸彈 還好 幫了我 一眼引爆所有炸彈 它進去都不用 就可以搞定這個工場 基本上一開始 其實對它是沒得打的 即使用炸彈真的用到神乎其妓 你真的可以 你佈置了 你已經是 預計到它是走這一道的 OK 但是你對戰擊士 你又能夠做些什麼呢 它很厲害的 趙偉已經預計到它後十步怎麼走 又不停 不是 放了炸彈去將會經過的地方 即是其實它已經知道它自己根本都不夠去打 如果不是要擺這麼多炸彈 當然你說超科在這裡 OK 我真的當你是超人力者 當你也是超人力者 你不引爆的 你這條線不是用自己能力引爆的 就不是 OK 我當是 但是美琴不跟它打 我覺得又是愚蠢的 以那個人的身體能力來講 你一下子用磁力衝過去的話 它已經死了 就速度了 那他可能不想殺人 你不想殺人 你打暈他行不行 他也碰到他啞了 麻痺了 不要緊 其實我覺得是製作組 專程安排一些戰鬥給你看 但是其實我覺得 我會我寶願他和麥波打長些 麥 stepped 很難 麥波激光 你的拖 太多 可是兩面都焗焗焗焗焗焗焗的 其實兩面的原理應該差不多 應該說什麼 在電荷炮裏面 他所有重點戰鬥 全部都不科學 首先我們就是麥波你麥爹 麥爹 麥爹 他在這一戰裏面 你可否可能用電 將那個什麼緣子炮 enter 可以的 原子破壞是嗎? 將它彈開 可以的 manetic field 可以 defact 它 可以的 合理 合理嗎? 好像不行的 講完跳下去吧 大劇局那套打個金剛才就行 即是我這麼可難是行的 剛才他打彎打回去的東西是行的 很合理 很合理 沒問題 我用回原作 我覺得動畫裏面的次段 這件事地球上30年前已經做到的 絕對很合理 30年前已經做到 沒錯 不是 我覺得 剛才薯瑩說 為何不對什麼會打得長一點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考慮 就是他們既然兩個都身為一個 LV5的超能力者 好像都是一個很獨立 存在的強者 所以我覺得他不安排 即是他打那麼久的時候 我覺得他有他的原因 不是 我自己個人覺得那個感覺是 那一場打下去其實是 因為他本身就特意找炸彈那位 Flander 先戰 先風戰 先打了他 消耗到他體力七七八八 先出來撿街 不是的 本身不是這樣說的 他是說 他們分兩邊行動 他們分兩邊行動 我知道 最終得出來的結果就是 他也是出來撿街 但是你說他想派Flander出來 磨血之後才來打 那很合理 跟他打完之後他才出來撿街 即是他計算好 但他也是出來撿街 撿街這個事實是沒有改變的 還要跟著二打一 應該不是二打一了吧 甚至四打一 有 有 因為那個 I am fielding 那個 A am field 很多 總計Items 那四個 對你這樣一個 但反而那裡其實不是打的不好看 如果你說以戰鬥來說沒有炸彈那場打 因為炸彈他的能力本身不夠 他可以找很多奇蹟陷陣 有個地形要素 問題是他本身太強了 他想直接射你 他不可以玩地形 他打穿這些 是 所以你覺得前迷他可能會有這個原因 應該說戰鬥風格兩者根本不同 所以 一個是玩陰的 一個是硬上你的 怎樣 當然 我覺得他也不想在這裏做到分腦勝負 因為如果大家100%體力馬上打一場 那就即是 告訴你誰會贏 其實他也沒有很表明 其實說這七個超能力者 如果真的打起來 到底誰會贏 其實很難說 因為誰會贏 我們這個原子溫壞 重點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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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名 第三名 前面兩個大佬 前面兩個怪獸 對 然後你說美琴對一方通行 其實完全是打都不能打 不用玩 蟑螂和人玩 就是 反射能力 一方通行那個就是反射能力 其實他的能力太屈肌 反射 不是 右手歌 你怎麼解決這件事 右手歌也不行 他玩軟戰 他死眼 是傻子 打近戰 就死了 這件事沒得介意 但是你說 那次裏面 我覺得 當然他純粹想表現 一方通行有多強勁 所以就是兩三招裡面 一開始已經立即出B賽 起出超電磁炮 都射他 射他之後沒有反應 反彈 有反應 反彈 有反彈 李朗Sir說是直接反彈 未來不會被人打 你有沒有看床祭的seed 有沒有曉得反射 嗯 怎樣 但是你說 總括的原則 當然我們都是說 JC做 原作的 本身原作的 劇力是足夠的 所以其實質素都不錯 這節 即是梅月編這一節 其實他是做得理想的 其實他是做得 問題是你 後面那些原創那些 他不做食封 原創武器 即是他不做大聲霸製 他就做了一個叫做學藝都市 學藝 學教會 學教會 那一節 我真的覺得 完全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他想怎樣 一開始就 你當是木月的小國雞飯 大哥你知不知 我一開始看到 木園那些人出來 我說 這個大劑了 這個 木園路過就不用理他 大哥 他走過而已 但是你不紅 你木上季 我亦都 一見到木園那一下 我亦都了解到 那條這樣的 那條這樣的 四眼彈散 哇 這條人 我知道 為何木園可以稱他為小學生 這條人 大家都記得我們上季講過 我們討論過一個問題 就是 魔王在他未完成計劃之前 不應該爆 這條人 是比木園更高一層 就是什麼呢 他的計劃 即是連啟動也未啟動 其實他是 然後他就爆了自己所有東西出來 不是啊 他開頭有一個理念 我們這些普通人要和超能力者打 我們弄一個超能力者出來 人工的 聽起來好像很偉大 石澤部的時候 就是我們弄兩萬部幾人去圍攻 太陽都少 哇 簡直就是 其實他那個概念很奇怪 他覺得就是智慧可以令假猜 他的理念就是說 因為超能力者其實 取決於天生的質素影響太大 而且是隨機的 他想控制這種隨機因素 那就是優生學就可以了 令到自己可以 你就是會長這樣 會長這樣 議長這樣 但是他理念就說 我要自己人工可以製造 即是連能力都是由他控制 究竟他需要些什麼能力 即是有能力 是的 沒錯 即是基本上他成為一個神的絕在 我覺得你會有什麼能力 你弄一個超能力出來 因為超能力比你 也是不好意思 不是 對他來說超能力的 只不過是一件部件 他不當他是一個人 因為其實你會看的 他對那個 美妹 姑貝尼 不是另一個 應該他姐姐是嗎 兩個 兩個都是這樣 我忘記姐姐還是妹妹 不管了 他對他當他是一件消耗品 即是他是一個beta版的試作品 而他姐姐 應該是他姐姐 是他姐姐 是他姐姐 他姐姐才是一個原版 完成品 其實對他來說 這件事已經是不再需要 這件事 當然 即是說 我也是很不明白 你為什麼放他出去 放他出去當然是 那位 無聊 報促 報促 對 我不記得名字 我一向都不記得名字 這些人名字很難記 你除了記得主持名字 之外 什麼名字都不記得 這件事我承認 這件事我被特事人來 那些人見了幾年 沒有記得名字 尚茅失認證 那他這一節就說 特意放了他出去 然後就叫一個名字 但我都說 你是不是給他照片 都很難的呢 其實是一件 一個學員都是 整部中端機 整部pda 或者整部什麼都好 是不是一件這麼難的事 有理由的 當時他算是被監禁 狀胆化 所以說就是研究協助 作為一個研究員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你見到一群小孩都不是用電話 你知道那個學員沒有pda這件事 我覺得說 給個電話 新一張照片 研究員絕對可以用二支電話 二支電話都可以看照片 可能是個小女孩 小女孩未必有 好像你那樣 有相貌都認證 有多少樣子 所以我不是說 這是很統一的 這個學員都市裡面的人 科技很高 智商很低 但是他只記得說 哈哈哈哈 很順暢 你呢 好像進了一個鼓 他就說 嗯 你去這個城市那裡 找這位大俠 他就會幫你的 但甚至他完全沒有形容過 這位大俠究竟是什麼樣子 你自然會遇到的 你說 你要找電磁炮的問題 答問題 那一位既然會認識電磁炮的樣子 這是問題 他根本 他根本都不認得 他只認識個名字 沒錯 他只認識個名字 然後在他介紹的時候 他就說 我還沒玩越琴 那那是什麼 他又完全沒有 但他找到了 這個人的腦殘的精碎 其實我是等一個奇蹟 奇蹟在於 他連一些牽事都不給 他就想成為一個完全的奇蹟 如果你這樣也沒有事 那就真的沒有事 其實你想想 可不可以他是一個智慧超乎常人 只要講個名字 你一定找到他 我完全不需要給照片 你猜他就是Google 他現在真的不是Google 大哥 你搞錯了 完全是相向我 都解釋得通 這條 因為這樣 ok fine 考學 我一向都說 考學是一件 動畫裏面 是主角威能的東西 ok fine 倒中了 我當他真的是 ok 倒中了 我只說機率只有兩個 0%和100% 要是中 是不中 就是他中了 ok 50%你贏 王興貴版樹齡 然後 去到說 再見回他 再見回那個悲題 他說要 就說無緣無故 要回收他 回收他 其實是堆倒他 人道毀滅 這一節 我現在最抵死的一節 他就派了那部機械人 又是 其實 我不知道他們很喜歡 派那部機械人 對著那部超電池炮的人 即是用電的人 還有 最大一個問題就是 OK 裡面沒有人的 電他不死的 但你裡面機器 你又不是絕緣 即我不明白 為何電他第一下 那時候是會沒事的 即是裝上一湯匙裝甲都好些 但問題就是 ok fine 我真的當你超威威 你這個學員 都好像我最新研究的 這個絕緣裝甲 抗電 抗電能力100% 超厲害 ok fine 但我之後後面看到那些機器 全部都不是抗電的 做不像 兩萬部 對 開頭實驗機 一兩半就可以 之後 不夠時間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些人的老層程度 更高 一級就是 他們跟著那兩部 要有人坐那兩部 是全部通電的 都說小學雞 明明 不是 其實他之前知道的策略就是 他封了美琴的神經 讓他動不來 他怎知道用電可以動到自己 不是 你這個計劃是被捉了 以前香港的人 你錯了 你這句真是老殘 你講這個 因為我未看到這麼後 真的 大哥 一個中學生都知道 所有神經信號都是電來的 白痴的嗎 無關 他想這個二萬部 人戰利行都市的計劃 是捉美琴之前的 大佬 周美琴是順便這麼好彩 不是 周美琴也對 他那一節 其實就是 當美琴開始去空記委員 去合作 接著就怎樣去找那班 這樣的 高財三 小學雞 錯了 高財三 然後 找過一下 然後 找到之後 為了就是找回 中和劑 就是因為 那個 就要靠中和劑 就是要維持他的心靈 就是要維持他的心靈 去到之後 其實兩邊都很天真 一邊就說 你那邊的數據是假的 然後 另一邊就說 你幫他打針 然後我就給你一些數據 首先 第一個老殘 就是那條女 你說 Forsyuk 他說的事你也很信 你說報復 他開頭出場不是這樣子老殘 看他用觀念考驗 騙到幾個小孩 混混 但後面就 呆著很多 然後 然後 然後那些人打完之後說你這條路很殘,還不讓我陰到 然後我就毀滅了原版的數據 毀滅了中和劑 然後就說哈哈哈哈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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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就開始說很自滿地將他的計劃是完全未殘的計劃 二萬部機械人,當然他沒有說完的,他只說了一部分的資料 然後就說,然後他就說了一句話 你不認為我會告訴你的話,他就說,你已經說了 二萬部會不會收到柯大那裡? 就是說,好像我們看一些搞笑的武畫片一樣 本人是誰誰,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了 黃金勇者,改了國際之後說,咦?我不會告訴你,但是已經改了 不是,有道路都看到他腦殘的 他毀滅了中和劑之後還留了糖,最後給阿菲回吃 我不知道啦,他留些糖來做甚麼,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吃 如果,德格可以吃,德格可以吃,德格可以吃 不是,說不定他姐姐都要呢? 不是,如果說不定他姐姐都要的話,其實他給那個就不是原版的數據了 他自己的匹合數據,而且就不要說到自己那麼帥 人不喜歡往少年 然後被他們倆獨處,然後就說,其實給了機會他告訴你 其實你知不知道他剛才還沒說完那些東西呢? 然後我再補完部分資料給你聽 然後他把那些人放在那裡,就告訴他 然後當然他,另一個老神就是剛才阿菲所說 明知就是這個所謂的中心神經 那一句神經都是閒電的嘛 都是閒電的啦,那這傢伙沒有關係 你這樣多一個人,應該是崩開他,找一些鐵爐 不然上來找,就說大哥 你要知道,你一日消耗的能量 有六成都是他產生的那些電荷訊號而已 你真是玩的 大哥跟特粥傳染 然後最精彩的就是家裡那些老殘 然後最後美琴就走了,剩下另一位 捕捉小姐 然後他就說,我也知道你不敢背叛了 卡拉萊,沒問題 然後重點在於什麼呢? 帶他去他們的控制整個司令部裡面 但是你明知這傢伙反骨了 已經背叛了 我真的不知道可以跟他說什麼 其實可能這個要他做一個操作員 我也是那句 身為一個學員都市這麼高科技的地方 可不可以不要用這麼老殘的方法 一定要是一對一在司令部裡面 可不可以隨便給他們中書去遙控控制呢? 我只想問你一件事 你第一天看這套東西嗎? 你竟然問這樣的問題? 他說你沒有遙控這件事,大哥 你從金書目錄到電池爆 都這麼多東西,你還敢問這套東西 你還敢問這套東西? 他們是親身走過去按鍵的 那些東西沒有遙控的 你看到你幾個司臣加上三個檯 一百季你還問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學姐? 沒有一百季,一百集而已 一百集 親身走過去按鍵的 小方法則也是這樣做 然後厲害了 然後他說 當然不知道他運了 都不知道是不是冰當八寶多 可以運到二萬部機器人 進去學校會裡面 當他化整為靈機器 做到二萬部 當然我不知道他那二萬部是怎樣組裝出來的 當然 我科技高 沒辦法 你吹嗎? 有錢? 吹嗎? 好,然後用二萬部 然後說 正義的一方 究竟用什麼方法去對付二萬部機器人呢? 厲害了 然後就說 因為就是 警備員 就等於警察 其實就是 他們的公辱症 是臨尾那時候收場的 還有中段裡面跟你說 我們不行了 你們自己搞定 我們什麼都做不到 靠你們了 主角 浴室我被靠你了 然後就找到一班風紀委員 甚至我不知道這班風紀委員 我當有一半有處能力好嗎? 不關事 講得明白 那個眼睛學者 只有透視眼睛大佬 你繼續做鬼呢? 左點更厲害 然後 然後 不知道多少人 我覺得數到那裡 當然機器人 我們都數不到二萬部 我當你們 他分了一部 我當你們全部一打十 你有二千個風紀委員好嗎? 你不學生 不是二千個業務那些嗎? 一個打十一個 二千個業務那些 二萬個妹妹的大哥 就算他過來不搞定 不要討論這個問題 OK 然後 二萬個學生 不是 二千個學生 對這麼多學生 對二萬部機器人 有打得到 然後 他們打的方法 什麼 中途裏面 除了我們所謂見到key的幾個角色 當然他做不到很多什麼 我當時可以射擊光也可以 有些人 又是 不懂原子破壞 但都會發射擊光 去打機人 他們沒有武器 他們幾乎沒有盾 他們全部人都是用手空拳的 幾乎是 還有用盾 我真的不知道 我終於明白 其實 這個高達 或者是什麼樣 這個世界最高科技的東西 是盾 葛洛奇是弄的 知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三四部機器人衝過來 用兩個尾可以擋住 哇 你明白 那班是中學生 中學生 中學生是怎樣的 中學生做出機器人 是沒有槍沒有武器的 我覺得那班中學生肯定是 常常叫所羅門那班 你的機器人 好像很多人 沒有武器 槍也沒有把 當然不得不得 不是二萬部 其實不需要武器 你這樣衝進去 都可以 撞起你 那我為何要做二萬部機器人 我找二萬部機器人 我找二萬部機器人都可以 有型 我找的士都可以 你要做路障 是 超速變型 二萬部車變型 比你二萬部機器人更厲害 大哥 我只知道我有很多研究經費 那當然是二萬部機器人 然後跟著就對抗這個 其實他 大家都看到 所謂的key的角色 當然每個人都有出場 當然我們一個level0的左天女子 他很厲害 你看看 上櫃 他一撥就撥爛了 別人的level6的裝置之後 他這次用一支 雷球棍 他就可以 無傷 完全無傷 然後跟著他還成為高達的架塞員 好厲害 對 對 除了這首歌之外 最厲害的level0就是他 不是 其實他是花了一晚時間去研究 怎樣做 你有沒有看回憶 他看封面 只是看封面 大哥 不知他怎麼學 我不明白 身為左天認識第四波動的人 哈哈哈哈 一部機器人 你實在太看小他了 他身邊都沒有發現能力 在第四波動是沒用的 大哥 初春就是保暖 是level1來的 我明白 我明白 OK 那這一節 當然你說跟著他又兵分兩路 然後美琴就去找那班老殘 老殘超級 旅長去算帳 他又要抱著那個 其實懶的女人 他是雷達 他可以detect到他姐姐在哪 最重要的人是找最厲害的保護他 很合理 不是 他作為一個雷達 我覺得 會detect到他姐姐在哪 他應該是那個大損型 美琴做hacker 他就知道在哪 大哥西找他 然後那班人說 為什麼你會找到的呢 然後就看著那個研究員 愚夢初星 說 原來這傢伙 是之前有前科內奸來的 我看著那傢伙 我真的無言以對 這傢伙 這傢伙 很厲害 然後就派了兩件用人駕駛的機械人 當然我不知道他們的駕駛能力有多高 我當他們 初頭找GIG師 他們看你 然後派過BOSS怪人去打 總BOSS 最多都是 不管 然後就是給高達的駕駛員 阿瑟利和女子 兩個天然突破的合體機械人 就可以打爆他們 其實都是左天的能力 車都變形 車都變形 不是 左天本不是level0 看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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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變得level5 高達駕駛員 然後那傢伙 那傢伙 然後就說 又說了一大堆 然後就打算自殺 他說 臨死前你也做回魔王 應該他有做的事 誰知道跟著是死不去 甚麼呀 立即打了密碼 我們發動這個 快樂 簡直是喜歡到發動 我覺得這個人說 你做甚麼 按過肺 還在後面打 然後那班人就說 難道你要發動些甚麼 我覺得那個人說 你們是不是看電影看上路 真是 你弄出來 大哥不要問我 你們還在討論 旁邊那班還很喜歡 哇 你真的發動這個 我們玩完了 以追探問題 這班這樣的中學生 其實很厲害 可以在上面衛星裏面 裝了那麼多東西 究竟他們的錢 怎麼來呢 不知道 其實有沒有暗部 support 他們有沒有暗部 support 其實他們有沒有 究竟誰支持他們 去研究這些東西 又不知道 當然你當是木園 那個組織 他們很厲害 都說不理他們 多數個雞不認他們 不是木園 不是不理他們 木園已經摔倒了 然後又覺得 這班這樣的老殘 根本上 不需要我去提供線 他們都會不攻自破 所以學都射著 全部這些東西 中學機 搞斷實力機 然後說 不要玩了 夠了 這個學員都只有大擊 然後來一個更加超科的東西 繼上季這個 所謂的 超電磁炮 對戰之後 又一力作 打破機器人 打上宇宙 打破機器人打上宇宙 都不要緊 最重要的是 原來超能力之後 站在大氣層裏面 是完全沒有事的 什麼 他們有沒有電話 多高科技 三格半的 大氣層 多順 都知道 多先做人的 算是多低能 不是的 你不給電話 是衛星電話 那應該收到三格 電話的原理 就是電磁炸上大氣層 再反射下來 歐落大氣層 應該是甚麼都收不到 除非外太空都有 收到三格多人 跟人通訊 就等不下 我們準備好 嘩 很高科技 其實我覺得聖大氣層 這些不過分 他只是跟你說 下一季摩禁的預告 就是電磁炮 那些東西 都可以打上大氣層 右手多重變 無限拳 不是 這個只是承計 就是JC 因為前一陣子 他剛剛做劇場版 有出DVD 電磁炮 然後就說 你以為聖人 可以用這個魔法 他就可以站在宇宙裏面 無敵 科學質 科學質都不一樣 我們一個等級 都會站在宇宙裏面 沒事的 那一幕 我當你真是 哇 你超能力可以勁到這樣 好的 然後你 你又用上季 對阿牧原那招 會找一個超大 質量的東西 發射電磁炮 一夜去射爆 那支炮彈 但是在畫面上顯示 那些頭髮已經開始飛下來 已經散開了 我不明白 你一個電磁炮 就是你一個電磁炮炮 射上去的話 那些頭髮應該都不會散開 總有些會掉下來 那些要怎樣解決呢 是不是要好像 要剪八部 然後 然後就是 齊齊射垃圾 齊齊射垃圾 那又沒有這個畫面 就是說 如果那個二萬部 其他人 再不然說 我曉耳大二 你們用那二萬部機器 給我把那些射下來 我可以回來了 那些機器人沒有武器 你又說 對阿 整班被 被 塗地 噴石上天就可以 當導彈射 他要射二萬塊 那他 當他可以嗎 我真的覺得這套 我覺得JC 想的東西真的是奇蹟 好像 早天的那個 說什麼鬼龍 我忘記了 喬井路雪 這傢似是奇才 我不知道 他本來未必會去想的 但他接受這件事 我覺得真的很奇才 你要知道 SF的東西 完全不需要說科學理論 那些東西 不是一個科學理論 是一個基本物質構成的問題 那些什麼電話宇宙收三格 那些 其實他最後一集 大家知道最後一集最精彩的就是 首先就是 LV0的人可以用雷球棍打卡 然後跟著就是 那幫老殘 演出他們超絕的智慧無傷的計劃 然後跟著就是 站在大戲場裏面 他靠什麼去掩蓋這些問題呢 就是靠 OE1 OE2 EDE EDE 然後就搞定了整件事 哇 人家有友情 努力和勝利 中三而首相片 友情 有多少朋友 努力 努力 兩季 加上本片 勝利 就搞定了 不是的 有東西可以反映出來的 你看梅會片的時候 尾琴自己一個解決這件事 所以他很多事情都失敗了 第二節的時候 就是 朋友很重要 朋友很重要 終於拖了朋友下水 所以搞定了 這件事多麼嚴重 我一點都不確定了 整件事 不要緊 算了 說一說 下水高篇就糟糕了 講完 你說什麼 明就明就算了 這件事 不要緊 我不明白 你今天這麼有朋友 這麼有朋友 沒有下水之死 講完 沒有朋友周幾 其實我們正在推介 樹榮的Facebook 今晚都要加樹榮的Facebook 沒有朋友周幾 那這一套 第三季集當然你說 到大星八集 不知道什麼時候 大星八集是夠到兩季的 不會再弄完創 很難說 JC做事 你猜得到嗎 他一個人的高科技實力 但是他的 監督角佬偏偏 是一個老殘的人 你猜得到他 他就不是JC 公平地說 其實今季 原創的部分 挺熱鬧 人都有氣勢 他明知道原創的 一定不會夠他原作 這麼合理 這些情節 看得夠爽 夠開心 所以他完全不理 什麼科技設定 隨便 總之夠熱 好心 好多人打 好開心 無雙 結果出來的結果 比上一季好 好 先看得好開心 因為有個更加老殘的 人家都穿著 其實上季都不是很老殘 你看看這鬼 哈哈哈哈 重點是有朋友是很重要的 人多 夠氣勢 就算劇情可以 至少很多人 有信家轉移 左天木棍 學生 龐部警察 畫面是好看 而且夠淺 去到劇情不差 戰鬥的過程 流暢夠的 不要理會那些 物理性的東西 不要理會那些 這些可以的 大家想笑一下 就放下這套 錯了 想笑就看這套 是冬季 好了 這套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繼續